或许是因为春节的临近 全红蝉会不会出现在春晚上的话题 也是再一次受到了很多粉丝的关注 而在近期 春晚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的彩排 从彩排演员到场的情况来看 全红蝉到场参加春晚 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不排除全红蝉会以视频两项 或者提前录制视频送祝福的方式出现 春晚大概率是上不了 这里面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中国跳水队的赛程已经定下来了 二月份的中夏旬多哈游泳试景赛将拉开大幕 这不仅意味着全红蝉不仅参加不了春晚 全红蝉想要回家过年的愿望 也再一次落空了 因为需要提前备战 全红蝉和中国跳水队的运动员 也将在春节前抵达多哈 进行场地适应的训练和备战 不能回家过年 这是2020年进入国家队之后 全红蝉第四个春节没能够和家人一起度过 甚至在过去的四年时间 全红蝉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不会超过一个月 没办法 如今的全红蝉是时刻都不敢放松 就连此前返回广东休假 恩师和威仪都每天陪着全红蝉训练 不能回家过年 对于全红蝉来说内心肯定是遗憾的 所幸的是全红蝉早就做好了准备 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此前前往国外参赛的时候 全红蝉就多次被拍到了 在商店购买礼物 如今随着全红蝉哥哥的爆料 我们也知道了 原来全红蝉的这些礼物都是给家人准备的 近期 全红蝉的哥哥在直播中也是谈到了妹妹 全红蝉哥哥重点表扬了妹妹的细心和暖心 他表示 爷爷如今每天都在喝全红蝉从北京寄回来的牛奶 除了爷爷奶奶之外 全红蝉还细心地给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准备了礼物 这些礼物包括了一些小饰品 零食等等 不得不说 虽然全红蝉送给家里的新年礼物 价值未必是昂贵的 但是在繁忙的训练中 全红蝉还不忘给家人送上一份新年的惊喜 弥补自己不能在身边陪伴的亏欠 这或许也是很多粉丝喜欢全红蝉的原因 因为全红蝉总是为他人着想 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这样的全红蝉如何让人不爱呢